北港港月豪今年也参加北港完销订阅河当 除了做一家床头放在河河口 在河河北也做一家床厚厚的卖地 在两个顶的中午是探望去核店 要来迎接完销 另外今年悠悠车两位港月书 以及一位会本的设计师 創意设计庆完销 我们这一次向荣的灯会 最主要就是还是以北港工艺板为主 就是邀请袁三泰老师他的那个电动花灯 还有黄志伟老师的这个彩绘牆壁 还有那个程辉光老师的这个园艺花灯 最大的目的是希望说可以 把我们北港的传统工艺 能获得在这个工艺灯会里面 获得一个提升 就是希望说游客可以走进 我们北港的巷弄里面 然后只要走进来的话 我们盖银张集满三个银张 我们就会每一个人送一个灯笼 就是像这样的灯笼 青春水火灯火灯 今年是中火灯的本色 加力創意加设计 变成非常有美感的火灯 今年是首创 第一次参与 因为灯会在北港本来就一个盛事 今天刚好这个机会 第一次用盆栽去做花灯 这是第一次首创 其实这根金箍棒 是我从回收场去找回来 它原来是汽车隔热子那个卷轴 我里面装上灯 这是垃圾 其实它有透光性 它有透光性 其实我们的元宵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小过年 还是小过年 所以用这个意思说 给大家拜年 另外这位家的书 要提到卫比菜围 被从北港有传统文化的顶头位到来 另外这两面是配合 这栋日本时代建的栋特别设计 这两面是配合日式方式 其他的方向我会 像这边我会加上一些北港的 镇头特色 那边我可能会有一点有趣的方向 我就做成海底世界 甚至底下我还会画一个三地立体 地景图 让游客来 除了来这边参观以外 还可以拍照留下纪念 在港的风里面有电视 小显的电动会订 港的风压力情怀疑民众 有以来北港上会订 看美国有得设计菜围 以及险上会本会订的设计 看北港的艺术 如何冲以保存会订文化 记者国用品彩虹不得